演的配合起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则演根 集同无情物 没有分别能力的所对之间 非能对之根 好 能对的能 前面加三个字 非的底下加三个字 有情的 不是有情的 能对之根 讲更清楚了 能对之根 就是有分别能力 前面所对之境 是没有分别能力的 那么能对之根 是有分别能力的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看到三合大地的时候 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眼根者 那么你的眼根 就如同无情物 所对之境 他没有分别能力 是不是啊 就不是有情的 有分别能力的 能对之根 这不得 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那你的比喻是严重错误的 好 若见三合大地的时候 不能见眼者 而且不能见到自己的眼根 这心 这心 这心绝对 不是 潜藏在 眼根内 以不同流离 隆眼过 遮掩 银河说言 吃了之心 潜在 根内 遮掩 遮掩就是 佛陀就 责备他了 其实 意思就是说 你阿难讲这个 根本就无理啊 所以有一点 责备了 所以银河 为什么你说 这个了之的心 潜藏在 眼根里边呢 一点点的眼睛里边呢 就像 拿着眼镜 照在你的眼睛呢 此不见眼 这个看不到自己的眼根 又不正切 是很清楚的 见眼 也不对 不见眼 也不对 开眼能见 和不见眼 通通不对 能见眼 那就变成 眼就是近了 是不是 因此我们了解 阿难呢 费尽心机 设立了一个比喻 以其避免 赤破 奈何如来 能见眼 不见眼 一问 两头 两头 巨多 双开两破 两个度不成立 事故应知 如言 结了 能知之心 潜伏根里 如流离合 无有是处 这个能见眼 不见眼 两具 互 不 之故 应知 如言 结了 能知之心 潜伏根里 如同 流离合 言 则 无有是处 知心 潜在眼根里面 最后 师父再复习一下 诸位 眼睛就这样子 心就潜在眼根里面 阿难的意思 就这样子 眼睛 心就这样子 心潜在 那么佛陀就说 你这样子 心在 在眼根 潜伏在底下 能用个比喻 就像眼睛 戴上眼镜 那佛陀就说 你心既然在眼根底下 看到外面的三合大地 一定会同时看到自己的眼睛 对不对 你的心 如果在 你的眼 潜在你的眼根里面 同样的 你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看到自己的眼睛 有没有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睛 不可能 那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眼睛 阿难 你这个比喻是错的 活得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不是啊 这样讲听得懂吗 都知道了 我知道你们程度很高 很好 108页 前面呢 执心在内 被迫 执心在外 被迫 执心 前上眼根 也被迫 啊 这阿难呢 很厉害 他又想到一个地方 毫是执心 分明暗 一百零九 阿难 有效 有效 执心 我们这世界呢 没有几个人啊 像阿难这么厉害 这么会转的 只有他 阿难 白佛言 说世尊 我现在呢 做如是思维 又想到了一个地方 是众生生 辅葬在中 因为五脏六腑在中间嘛 所以暗的嘛 啊 翘穴 翘穴就是七孔咯 人面的七孔咯 翘穴居外 两个眼睛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 当然就是七孔咯 所以翘穴居外 有杖则暗 有翘则明 如果是杖 类似隐藏起来 那是暗咯 它就暗咯 看不到咯 我们眼睛呢 有翘则明 是因为有孔吗 这齿文 虽然双继内外 切论 仍欲取成 取成 那是切论 这是真正的 乃是希望 能够拐弯摸脚的成功 不是真正的成功 转个弯 看看能不能成就 就是取成 最初 所执在内 以明不知内 而能见外之故 而又能够看到 外面 是不可能的 所以被佛所破 白佛言 是尊 我今又 做如是是为 在外 身心相知 顾措 且心 潜在眼根里面 且看不到 自己的肉眼 也不对 被佛所破 到底心 还是在内 那么在内的话 如同执心 在内 是一样的 然心在身内 何以不能见内呢 因为 重生之中 辅杖在中 有杖则案 这个杖跟 五杖六伏的杖 加这个肉 是 左边加一个肉 是一样的 是有杖则案 两个字通用的 如何 凡贱 以外呢 能自己解释说 因为 是众生之身 翘穴 是聚在外的 那么 有这个翘 就是这个孔 这名是众生 身 三字 双关 下面两句 辅杖则 辅 这同辅 也就是六辅 杖 跟这个杖一样 也就是五杖 树问也 其传 化物 而不藏则 也辅 能藏 精气 而不懈则 也藏 这个化物 就是食物 消化吸收 叫做化物 能够 这个传就是 传动的意思 能够 就算我们现在 就讲了流动的意思 能够流动 能够把食物 消化吸收 一直传递 过去的 但是呢 而不藏 叫做福 只消化吸收 最后消化吸收 以后呢 能藏 精气 化作精 化作气 也就是吸收 营养以后 变成了精气 而不懈则 叫做脏 白斧通云 五臟 就是肝 心 肺 肾 脾 脾 这五臟 也就肝脏 心脏 肺脏 肾脏 脾脏 六腹 六腹 也就是五臟的功夫 胃 为皮之腹 膀胱 为肾之腹 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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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胶是指食道 胃 肠 等部分 以及 生理机能 生理机能 就是 我们的 泌尿 系统 这一类的 三胶 学过中医的人 都知道 胃啊 肠啊 等等啊 以及生理机能 泌尿系统等等 这是三胶 分成上胶 中胶 下胶 那么这个 有一本经叫做 南经 难经 这个是皇帝发明的 就是发明内经之子的书 内经 也就是皇帝的内经 里面的内 内外的内 我现在 十一书 一书 三胶 三胶 我现在念一遍 水谷之道路 弃之所终时也 三胶 水谷就是水 谷就是谷类的谷 水谷之道路 也就是 我们 喝了汤 吃了这个 五谷类的 这个道路通过气 所以 气之所终时 就是三胶 上胶者 在心下 下隔 这隔啊 就是横隔膜的隔 体腔中横分胸腔跟腹腔的膜 薄膜的膜 在心下 下隔 隔就是横隔膜的隔 隔 体腔中横分胸腔与腹腔的膜 膜就是一个肉在一个膜 膜需要的膜 膜 那么在胃上口 阻内而不出 主要的是 进来 而不出去 就是阻内而不出 那么宗教者 在胃中管 这个管 左边一个肉部 右边一个 完人的完 这个人完蛋了 在胃中管 不上不下 足腐热水骨 腐就是腐蚀的腐 热就是热气的热 腐热水骨 水分 还有五骨类 叫做足 腐热水骨 这是宗教 所以宗教者 在胃中管 管就是胃腔 管就是我们的胃 里面腔 就是我们现在说 我们现在说 讲的胃壤 胃好像一个气壤 胃壤 在胃中管 不上也不下 主要的 主就足 腐热水骨 就是把它消化 里面乳